班级带号 那自动代出结束日期 那自动代出的方法 如果你用公式的话 就是if 公式有把它贴到这边 如果你刚刚公式有做不出来 没关系 可以直接拿这个来参考 那这个是用那个 用我们公式判断什么 如果c2等于空的 那它也是空的 反之才把公式丢过去 这个是丢公式的一个方式 但如果说我今天 做这个方法的话 大概有一个缺点 就是什么 就是你必须要预先填满一堆 填很多 如果假设你将来 要填一堆的话 会浪费空间 所以如果我不希望这样做的话 第一个 如果我不要用 那我就把它改一下 这个把它改成 再复制一个 Ctrl鍵按住拖拉 然后呢 把这个改成VBA版本 反而分两个版本 这个版本的话就不需要 所以把那个逻辑判断部分 把它恢复 就是不用一扶 然后后面这边也不用 把它恢复回来 看一下 挖虎 我把它取消 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怎样 把原来的公式怎么样 再把它捡回去 就这一串 那把它贴回去 恢复成原来的状况就对了 然后呢 这边全部都不需要了 那底下的话呢 那我也全部都 所以这底下 Ctrl-Shibe向下 这些也都不要了 那也就是说呢 我希望怎么样 当我 什么情况发生呢 当C栏里面的储存格 假设有发生变化的话 特别衰 现在这个VBA的程式 并不是按按钮 前面都是我们写在那个 我们的模组 按下按钮 它才会执行 可是这里比较不一样的情况 是不是按按钮 是什么情况呢 C栏里面只要某一个储存格 里面改变的话 储存格里面改变的话 就执行什么 执行我们要执行的程式 什么程式呢 动态的丢一个公式 在它跟它同一列 特别主要 我要知道它同一列的D栏里面呢 丢什么呢 丢刚刚这个公式 把它动态丢进来 OK 所以触发的点是什么呢 C栏有改变 C栏有改变 那丢公式的话呢 就直接丢到它隔壁栏 那什么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等于我们要先知道 第一个Visual Basic里面 它有一个什么呢 当某一个工作表改变 工作表改变 那特别主要 以前我们写程式按右键插入那个模组 不过今天特别主要 因为比较特殊 我们 这事件是发生在哪一个呢 发生在某一个工作表 我是用开课班 比较后面有VBA 那你可以看到 在你的VBA里面呢 只要有一个工作表 就会对应一个工作表物件 名称会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前面的名称啦 Shit 4这个不一样而已 后面这个名称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如果说当它改变的话 你把它点两下 当它 点两下之后 它这边可以写程式喔 不过 之前我是叫各位 不要把程式写在这里 写在模组啦 不过因为今天这个地方是 针对这个物件 就是这个工作表 当这个工作表 有没有特别主要 一般里面有一个 叫worksheet 指的是这个工作表 物件 当它什么样呢 被 不是select 预设是selection change的事件 把它改成change 当 这个工作表里面 发生改变喔 OK 这里下这个selection change 这个把它删掉 特别主要 这个在VBA的设计里面 很重要概念是 事件驱动 所谓的事件是 这个工作表change change就是一个事件 它会 执行什么样的程式写在下面 OK事件 驱动 OK 这个概念还蛮重要的 然后呢 它会怎么样告诉你 哪一个工作表 工作表里面的哪一个 储存格或范围改变的话 它会用这个叫target target指的是什么 就是哪一个 位置被改变的 哪一个储存格或范围被改变 所以我要撰写程式的话 第1个 先产生一个 在这个里面的worksheet change 那 做一个逻辑判断 因为呢 我要 得到的这个条件是当它是西兰的时候 所以你可以透过什么呢 逻辑判断 如果什么呢 这个target 所以你打一个target target物件引述 点什么呢 点里面会有个column 打一个column 这个target点col的意思是说 被改变的那一个 那个储存格也好 那个范围也好 如果它是第3栏的话 等于3 意思就是说 它改变的是c栏 才去做后续的动作 Enter两下打一个endif 前面有打过蛮多逻辑的 那我要做什么呢 改变 特别说 只有c栏改变我才会去做 其他就跳过跳过 只有第3栏 那做什么呢 把 公式 丢到它隔壁 隔壁的那个储存格 隔壁 那我们前面是写什么 写sales 刮壶 哪一列 之前都放个i啦 不过这边的话比较特殊 我是要放 跟改变的那一个 同一列 改变 改变是它叫target 所以被改变的那个叫target 这那一列 点弱 ROW Target点弱 意思是说 被改变的那个储存格的列 同一列 哪一栏呢 他旁边这一栏 这个地方可以打个d 就可以 等于什么呢 一个公式 什么公式 就是丢一个 刚刚这个公式 那我也许我复制这个公式 这个 把它怎么样 直接丢到 这一个 等号后面 一样 其实跟前面那个写法 差不多 只是差别 就是说呢 他最关键就是 这个2跟这个2 将来呢 当然不是固定的 你不能一直都2 因为不然的话就抓到 c2跟 b2 不对 所以呢 那你 必须怎么样 把 这个2 跟这个2 改成这个Target点弱 你要放进来的方法一样 双以后 双以后 移到中间 and and 两个 然后移到中间 之前是放个i 不过现在不能放i 现在放什么 放这个 Target点弱 把这个放到中间 然后呢 一样 前后一定要加空白 因为我们不是跑一个 跑一个那个回圈 而是 针对某一个 储存格的哪一列 去做变动 当然这个2也是一样 所以可以把 把这个 刚刚做的 双以后到双以后 复制一下 把它贴到这个 把它盖过去就可以了 OK 那这样他就知道说 改变的如果是哪一列 那我后面那个列号 都跟他是一致的 就OK了 好程式写完了 诶试一下 如果OK的话呢 我们来试一下 理论上一样 我们就是 2017 1201好了 然后选一个课程 这个课程一样 2017的 12月 01好了 OK 当我改变他 所以特别注意 刚刚的 逻辑上 如果这个工作表 物件里面呢 触发一个 Change事件 那Change的话呢 基本上的话 他就会怎么样呢 去 抓到哪一列 自动帮我更新 把公式丢到他旁边 我们试一下 所以你按Enter好了 Enter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呢 就动态的怎么样 自动帮我丢一个公式 过来 而且 32 32 32 OK 应该可以看懂 那个逻辑 只是说有的时候 可能跑太快了 如果你有时候 程式跑太快 你 还来不及了解的话 你可以 这边设个中断点好了 这个所谓中断点 就是程式停在这里 我们要试 另外一个 2017 的12月 然后 哪个课程 我随便选一个课程 一样 2017 的 12月 2号 当我按Enter 就会触发那个 Change的事件 这个Change事件的话呢 就会怎么样呢 执行刚刚的程式 那我刚刚因为 程式跑太快 就让他 中断一下 所以你会发现 Target里面 他就是 放什么 就是其实Target 指的就变动了 那个储存格 指的就是这个储存格 指的就他 这个 这个储存格 S Range 直接让他把它单一个Range 来看待 Target 点Column 目前呢 等于3 因为第3栏没错 第3栏改变才会触发 再来的话呢 里面的列 他会告诉你是33列 所以他用这个地方抓到 D栏呢 就把后面的公式丢进来 所以基本上 我们让他执行 OK 把 中断点拿掉 执行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 最后看到 就会自动帮我把结果丢过来 但是呢 这个地方 可能缺一个功能 什么功能 如果我把它删掉的话 他这边就出错了 一段上应该是这边删掉 这边也跟着删掉才对 所以如果这边删掉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在城市里面 做判断 什么判断 如果 那个Target 里面是空的话 那我们就怎么样呢 再去做那个 把旁边的东西也清空 反之的话呢 才是丢公式 所以呢 if什么呢 if那个Target 那个改变的那个 点Value 它的值 其实你可以走 从它里面的值 如果等于空的 跟刚刚那个很像 Zen Enter两下 HL 这边也是一样打一个L 反之做什么 And if 结束一下这个逻辑 那如果它是空的话呢 那我一样把它清空 所以一样清空的话 其实就是把后面丢一个空字串就可以 反之的话呢就是 这个 这个 里面的东西 是空的 是空的 OK 所以它的值 如果是空的 那我也是空的 反之 才是 去丢公式 等于如果说你要让那个 刚刚删除这个部分 多一个效果的话 你可以这样子 多一个 然后把它这个地方 假设我这一边呢 这个地方删除 你有没有发现 删除里面是空的 所以它是空的 那如果我输入 2017 2017的 正确的 比如说28号 Enter 就 出错 为什么错呢 看一下 因为我这边输入的资料也不对 Enter 多一个写线 格式不正确 当然如果你将来 避免那个错 可能你自己在做逻辑判断 OK好 这里的话呢 我想各位试一下 刚刚的程式 没有很复杂 不过关键就是 写在哪里 一 记得 写在 跟它 那一样的名称 的 这个名称 我写在这里 对工作表里面的 Worksheet Change里面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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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